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 在刚刚结束了北京生活队和上海上岗队那场直播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北京中河国安队在客场红口球场 来挑战上海生花队的比赛 穿着蓝色比赛服的就是上海绿地生花 坐镇红口主场 今天呢也是连续第二场在客场 在上海的客场来挑战上海的球队 在周中的足球杯的比赛当中 北京中河国安队经过了120分钟的熬战 最后是点球决胜 战胜了上海上岗挺进四强 而在这场的中超联赛第14轮的比赛当中 再次面对上海的球队是上海生花 这也是北京中河国安队的老对手了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郭宝龙 本场比赛呢 我们还是荣幸的邀请到了 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足球平仑谷管前北京国安队的球员 南方南日岛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场比赛 南日岛你好 你好小贝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场比赛呢 国安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 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 会有大面积的轮换 双方上来就是短兵相接啊 我们先关注比赛 然后再慢慢的给大家介绍首发阵容 刮临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中和国安队这场比赛 首发的阵容 首面依然是郭全博 而在后方线上 张宇首发 我们看到本来的首发名单里面是渝阳 但是渝阳在热身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在三天前比赛的时候 小腿受伤的那个部位感到不适 也就是跟剑上端 呃 肌剑的那个位置 还是会有些疼痛 所以又从首发名单当中被撤了下来 这样顶替他打到首发的 是雷腾龙 这样雷腾龙跟张宇来搭档中后卫 左后卫是李磊 右后卫是江涛 而池中国和奥古斯托 还有张希哲 朴城比埃拉会构成中场 这是第一次排出这么五个中场的一个阵型 之前我们都是打四三一二 是一个四中场双前锋的阵型 那今天呢是比埃拉单 这个巴坎布单前锋首发 而这五个中场是怎么占位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五个人上场 无疑可能对于中场的控制 可能更强一些 东巴巴 东巴巴传到中间 好在第一时间 荣耗呢这个球没转过身来 刚才荣耗那个位置是一个大空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东巴巴的上场啊 还是威胁很大 对 他的在进区前拿球啊 基本上能够吸引咱们两个人的防守 嗯 因为确实东巴巴的个人能力是比较强的 刚才孙世林的一较远射打偏了 活泉博 活泉博 事实上在经历了周中那样的一场一百二十分钟熬战之后 而且是连续一周双赛在盛夏时节的这么一个赛程里面呃这个对于球员的这个身体影响是非常大没错是吧 嗯 休息了也就两天多点的时间这两天呢 主要就是恢复 嗯 通过一些你比如按摩也好还有一些物理治疗嗯 还有一些慢跑有有球的活动可能继续恢复 其实包括鱼羊在内我们先看这次进攻了 李磊套上来李磊突然传到六马线 这球呢力棚是美感大意啊 刚才这个球啊说实话这个咱们包抽的点还是还是少了点 因为刚才八坎布是绕到了后点前点要有点就好了 对你看八坎布往后点跑对 就是前点呢这就是单前锋的一个问题对 如果说大宝要在场的话呢他 八坎布和余大宝两个人会根据各自不同的位置会选点 五中场单前锋这个肯定加强了在中场的控制力 这个肯定加强了在中场的控制力 但是在强点的一个环节上我们怎么去注意 先看这个角球 哦出界了 出界了 对先出界了 波宝龙这是我们熟悉的中超裁判员了 那么在上海生花这一边呢首发的阵容是这样的 吴金贵排出的首发阵容 首面应该是李帅立鹏和埃迪来搭档中后卫 左路是边后卫是百家俊 右路是徐有刚 这是U23的球员 今年是22岁 嗯他这后防线啊这些场比赛一直都在变 对这跟上一场战平河南的比赛相比呢又变了 三个位置都变了 呃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场孙世林和瓜林 这对后腰组合是基本上稳定的 莫雷诺打前腰在中场两个边路的位置分别是曹云定和荣耗 开场看荣耗还是在右路 曹云定还是在他习惯的左路 对因为曹云定啊跟百家俊还是打的熟 嗯他这两个人互换啊后排插上啊 对还是打的非常的熟练 灯巴巴的杀伤力还是很强啊 灯巴巴是封线上的那个箭头 是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 那伍斯托打的是不是前锋啊 我们再看一下 奥古斯托 这是想快速的横扫中路 对 这球还给踢起来了 无限太高了 因为在这上岗足球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比赛的后半段张希哲上场之后 奥古斯托其实就是顶的方向 对 哦 曹云定 曹云定的这个船球呢是找荣浩 荣浩从一侧边前位的位置上斜插到进去里边 曹云定这一路啊还是要注意他的内切 他的内切有船中是往里兜 对 还有他一脚内切的打门也是比较有威胁的 他是逆足踢左路啊 所以这个对于他右脚的这个防守一定要注意 对 对 而且曹云定在上一场打河南的比赛当中复出了 这个赛季呢 这只是他第二场出场 在之前一直养伤 对 一复出 打河南的两个进球全部是曹云定的比赛 对 打河南的比赛那个 莫雷诺是没有踢 对 说是 说是场地不行 对 场地不行 没法踢 不利于莫雷诺的发挥 莫雷诺 莫雷诺啊 在中场他的个人控球的能力 还有向前的出球能力非常强 还是一个4312的阵型 50多踢的是前锋 就是阵型的阵型 但只不过把50多推到封键上 推前了点 对吧 就等于三中场就是西哲 持中国和飘船 百家俊突破进来船中 这球呢被江涛挡了一下 然后江涛拿球 也就是说 国安队这个阵型 还是4312 而且是把能派上场的三个外援 全部都放到前面 对 其实我觉得 因为奥古斯托啊 他习惯于打这个左边路 嗯 其实从 呜呜呜 好球阿雷 对 阿雷一个滑铲 把这球给打出来了 刚才是刮林的组织啊 刮林也是第三年在生发效力 呜呜 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灯巴巴在进区内啊 吸引了咱们 防守队员 刚才是 直接把荣耗给露出来了 荣耗呢 之所以开场以后 非常抢劲 表现得非常活跃 恰恰是因为 灯巴巴总是能够吸引 一名以上的防守球 对 这样总会有空位给荣耗 你刚才是阿雷在防守这个灯巴巴 但是黎蕾已经靠近了 嗯 荣耗也是逆足 逆足踢右 嗯 所以他跟曹云定未来还会存在一个换位的一个 对 如果说打的不顺利的话 对 确实 灯巴巴来到了 再次来到深河之后啊 这深河中间场他有质量了 嗯 他以前的你比如说这个 马丁斯 马丁斯啊 是以速度而建成 对 他跟灯巴巴踢板不太一样 别拉 马丁布 别拉 哦呦 阿伯斯托别拉 三个外园之间连续的配合 别拉这个球陷入阵地战 突然挑了一下 巴坎布转身 哎呀 还有 别拉又把球卸下来瓢长 嗯 这球吹了别拉的 守球吗 还是灯塔 其实刚才啊 巴坎布在这区呢 把球拿球一提 把球停过来之后 你看看这招 如果要能有一回错 可能好了 哎 他强行的转身啊 有点困难 嗯 两个人封住他的这个角度 等于金钟罩啊 把他传给罩住了 李鹏 嗯 其实今天我觉得应该好好例如一下北达骏的时候 因为北达骏啊 助攻比较大 对 他助攻上去之后啊 如果说这一侧能够发起有效的进攻的话 我觉得还是还是有危险 但是我们真的在这个配置方面呢 他没有编路选 没有编路选 嗯 嗯 嗯 就看 你比如说啊 我说说能能能能更多的在在右边去活动 嗯嗯 刚不在前场的第一点拿球能力还是非常强 嗯 别拉 好球 别拉把球给了差伤的李蕾 李蕾传起来 质量还是不错啊 但是进去里确实还是显留点人丹力包 海家军 艾迪 艾迪现在坐稳了这个左中队的位置 对 没错 上一场比赛艾迪身边的这个队友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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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有点危险啊 对 郭文博在线上没敢拿这个球 对 因为刚才这球啊是有点往外走 嗯 说说到了郭全国想拿那线的时候啊 有点像是在街外了 就在大级区线外了 你看这球 所以他没敢拿手拿 对他得把球拿进来 就这一个空间一个时间 让徐友刚差点有机会 徐友刚是U23的球员 这个赛季已经是第七次首发出场了 而且上海深刻在场底还坐了四个呢 他一线队有九个二三岁以下球员 其中包括不少U19球员 嗯 有些是 有些是全英会的球员 对 那这一侧右边路 就是江涛可以适当的往前助攻一下 嗯 看来江涛的身体情况还不错 还不错 对上场球有点影全抽了赶快 嗯 好像是全身都抽 嗯 这是奥布斯托在中路的突破摔倒 但是前面并没有名敌 你看这个灯巴巴的 他能力拿球确实强 他虽然已经33岁了 但是这个身体能力还在这摆 1米89的身高 9公斤的体重 回归深华之前呢 在土耳其联赛的哥斯塔比来效力 13场比赛打进了7个球 嗯 效力还不错 嗯 海底 灯巴巴来到中超的第一场的比赛 对就是对准过完 当时就大进了一个靠身体的一个蛮不讲理的球 我相信大家对那个球印象还都很深 嗯 刚才是阿雷巧先体跳 嗯 应该是灯巴巴在底下有一个鼓人 对 雷腾龙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直没有办法出场作战 对 其实也是非常着急 而且也比呃也不要困难在哪打比赛少 嗯 但是一旦球队需要你的时候 你还要这个 拿出状态了 对没错 这场比赛呢余扬的伤还让人有点揪心啊 本来呢上午的时候在酒店是骑了骑这个健身房的车 呃然后进行那些慢跑觉得没事小斗没什么反应 所以决定还是让他守发 但是踏上球场呃进行热身的时候 刚一跑突然觉得三天前伤的那个地方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嗯 但感觉不太好的时候千万别勉强 对啊 弓巴巴手球了 嗯 三里七二人 觉得裁判的这个看法莫名其妙 但是这个手球应该还是明显了吧 这是国安的客场远征军 今天非常热啊 今天上海的温度呢 据我的同事里已经刚才跟我讲了 我说现场虽然有一点点的微风 但是三十七度 闷热潮湿 够热的 嗯 这对于中海国安来说 这场比赛还得咬牙 没办法 呃体能的问题我觉得 呃不用我们说了 嗯 无需坠言啊 大家都很清楚 国安是非常疲劳 但是在周三 我们既然能让自己成为最终的进击者 能够击败实力非常强大的上海上岗 并且在已经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放弃 就证明任何困难 我们都有能力去克服 国安还是发挥着传统的传控优势 这是奥伍斯托 准备传备些球的时候呢 这球被对方挡下了 奥伍斯托现在更多的是在右路来活动 沈华完全摆出一副防守反击的姿态 其实如果说上海生花全线回收的话 嗯 中口关也打得没必要太急 对 但是邓巴巴好像觉得现在这个状态不太对 他刚才挥手了 让整个阵型往上压一样 因为 他可能觉得还是应该 踢得更主动一些 嗯 刮林现在冲上来了 但是刮林上了其他人没少 你看他的前辈线还是退手 嗯 只不过你在中上拿球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有往上的一个前压 对 一来 嗯 长船转移非常准确 对 搞成 突然船身后 这时候这个太直了 对 现在太直了 上海生花和北京中超国安 在中超的历史上 他们是从始至终 从有中超开始到现在 就一直是对手 呃 之前的假A咱们先不算 就光算中超两个队已经有28次的交锋 这场比赛是这个赛季 也就是第25个中超赛季 第15个中超赛季 两个队的第一次交手 去 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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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稍微靠近他一下 发林 进区前咱们的球员一定要对刮林有所防范 因为刮林在进区外有一脚 远射能力非常强 过去28场中超联赛的交手 北京国安市13胜6平9负 胜率上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 当然这个跟申花最近这五六年的时间 比较沉沦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最近四次交手 国安队对申花保持三胜一平 保持不败 去年好像双杀的对手 对 去年双杀对手 两场2比1 一场是主场伊尔玛兹进两 一场是客场索利亚诺进两 其实申花啊 那年在曼萨诺的带领之下 其实有复苏 对 但是紧接着第二年 那年生活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当然去年他们拿到足球杯的冠军 决赛击败了同层死敌上海上岗 也拿到了亚冠的席位 但是今年的这个亚冠的小赌赛 对于申花目前的这个相对比较单薄的阵容 对 还是有拖累 第一个把球拿下来 吃中国 点了 张锡哲 还是 阿坎布 第一停胸部没听好 调整 还没吃中国要远射呢 对 点了 非常聪明 快脚杯一拨 把汉部低下停的稍微有点大 这球郭宝龙进攻有力没有吹啊 但是持中国应该是倒在了地了 对 莫雷诺 好球 雷腾龙 阿雷这球站的比较稳 好 又是雷腾龙 荣昊 徐友刚 灯巴巴 他的进区内啊 也就也就一个点 对 因为莫雷诺不太愿意 往进区内去包抄 嗯 他两个边呢 曹云定和荣昊 也不是那种门前包抄的选手 所以说在进区内啊 就灯巴巴这一个点一定要盯死 对 所以这球张宇是对的 你光去起跳 跟灯巴巴争这个高点 你可能争不过的 但是你一定要用身体去干扰 就是你一定要靠近他 身体上有接触 他要跳你也跳 嗯 你就不让他顶舒服了 对 就行了 那斯密特还真是鼓不太热 哈哈哈哈 今天这北京的天也挺弱啊 好球啊 厉害把这球给抢了下来 就有点的 还要挺实际的 嗯 就我一旦丢球之后 我也是全线回收 这球几回 好越位了 打门 这球 这球越位了 这球助力裁判举急了 不过这段时间 25速度还基本上是在右边 或者右内部去活动 对 再看一下 是确实 应该应该是看不出一个哪的 对 担个身份 今天有大批的球迷客场远中军 从北京杀奔上海 一是周末 二呢 有这个 连战连结的这个畅快 在里面鼓舞了球迷 但是呢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虹口这边提供的客场球迷票 是有限的 出于各方面的考量呢 可能现在 据我所知 大概还有 近一千名的 北京球迷没办法进到现场 嗯 文浩这个球 接下来是右刚 好的 把球拿下来 现在就增加前场的成功率 张希泽和巴汉部没想到一块去 这是灯巴巴拉到几区外围 拿球之后呢 自己得到了空间 来了一较远射 这名曾经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和切尔西的前锋 依然还是在中超的赛场上展现着暴力美学 金户大战从来不用动员 更何况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双方都有非常值得关注的背景 故事存在 深花要是能赢下这场比赛 他们有机会 呃 接近亚冠区 对 当然上岗在之前已经赢球了 啊 所以他们进入亚冠区 现在已经不现实了 但是可以接近 国安要拿下这场比赛 可以确保自己继续排在积分榜的榜首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历史上讲 呃 现实上讲 双方都是非常渴望能够战胜对手 对 每一楼的拼针啊 可能就在一分两分之间 对 他榜首的位置可能就会互换 竞争的非常激烈 比赛拉的跑贝很聪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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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莫莱诺在身后对比赛拉的防守 莫莱诺在场上带着队长的秀标 这已经是他在深花效力的第六 比赛来到第24分钟的时候双方迎来了补水的时间 很想然两边的教练都还是非常紧张 赶紧抓紧这个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呢 跟队员来耳提面命 嗯 历史上客场击败深花 国安曾经做到过三次 2007年在圆山体育场 当时李章珠带领的球队的联赛守文啊 击败了上海深花 那是第一次客场击败深花 而之后 在虹口 有两次战胜过深花 2014年和2017年 那场3比0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记忆犹新 那是2014年 曼萨诺的带领 而2017年也就是去年 2比1 然后曼萨诺一 曼萨诺一 9比1的亲历者 阿武斯托上一场比赛 也是拼到双腿抽筋 对 尤其到了加时的时候 每一次可能打一脚门 可能就稍微得牵拉牵拉了 对 不许深厚 你看没有 他这就是 如果说当曹军定后撤的话 他百家俊往上的插上 还是非常的坚决 就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是 默契度是极高的 但是从这个配合你也可以看出 就是打国安队后防线的身后 这是吴金贵制定的套路 而且边路它是强化到极致的 就是咱们中午场这种传球啊 一定要减少 机会 别了 三打三的机会 巴勘布 突然打门 这球是瞄着近点打的 巴勘布向自己的队友示意 这没打好 上场比赛把他血藏了 就是为了打这场比赛 对 多亏 刚才张熙哲是杠了一下 第二点 奥斯托控制下来 嗯 巴勘布莫雷诺 两个哥伦比亚人 登巴巴 哎 登巴巴可能是在两队的加抢当中啊 国安部的队员有一个犯规 我们再看一下啊 应该是加抢的 可能是持中国吧 嗯 战神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刮林来主罚 这是刮林在神花的第三年 2016年 他加盟 上个赛季 他贡献了十个进球啊 作为一个后腰 都贡献了十个进球 射门的欲望非常强烈 这个赛季也攻下三球了 嗯 打了一个低瓶球 这球直接打到五四多的身上 刚才应该是曹云定 在进区外的右脚的内脚侧打门 但这球打得太正了 好球 雷登龙 对 雷登龙这球提前判断出了对方的传球线 对 雷登龙在防线上 他的移动速度是相对不错的 对 对 雷登龙在防线上 在紧逼之下 把这球给摘了出来 好球 别拉大范围的转移 翔涛这也打到进区里边 这球速度稍微快了一点 这球传的有想法 嗯 翔涛也叫平抽 对 低平的 对 这球你要是传的慢的 你过不去 对吧 你前点就把这球破坏 对 实话说 这球的线路还真不错 嗯 史密特非常专注 等爸爸回归之后呢 立刻就有进球 在联赛结束下修 先看这个 雷玉李磊这一下站得稳了 结束下修之后的第一轮 对天津泰达的比赛当中 呃 邓巴巴就打进了全场比赛 唯一的进球 呃 身华1比0 击败了泰达 嗯 文浩这球 哎呦 危险 呜 危险啊 刚才 刚才江涛一定得注意点 刚才是 曹云那种 从他身后 从他身后往前插的 就是其实我们的几个后卫呢 现在对于盲区的这个这个照顾 现在显然还在经验上有缺乏 嗯 其实刚才呀 在传球之前 江涛其实看了一眼 嗯 但等要传球的那一刹呢 嗯 可能江涛的专注力 可能就都在球上 对对对 而且呢 这个球啊 江涛还是要往前赶一下 我觉得 就是你往前 走两步 赢一下 对 你越早 你你把这球破坏 可能越稳妥 对 神话呢 在前场我不压迫你 但是你要过了中线 我对你进行绞杀 这个可能是在防守战术当中 相对节省体能的一种做法 但是 他缩小了防区以后呢 他防守密度大了 国安更不好估惑 可能神话也知道 一旦 你如果说中线场的逼抢的话 一旦被 中火光给打穿的话 有可能他后防线 他漏洞就比较大了 对 神话的丢球数是21球 这个在中超上半区 也就是前八名的球队当中 丢球是最多 嗯 甚至比好多下半区的球队 丢球都比 你看这个球 被 被迫 总是处在静止状态 这个对于进攻方式非常不利 对 中火光一定是让这球啊 在不断的运动当中 来寻找到对方的空间 所以这种天气下 面对对方这么严密的防守 体能上精神上都是巨大的考验 哎 嗯 然后把旂进攻方式 往南处理的手 对 该踩了一点 好啦 搓上 这下其实 其实刚刚是保佳军还藏着 是有犯规的 是有一犯规我觉得 你看他这针头球的时候 主要是这个阿雷在钉这个 相比之下 可能阿雷的头球能力可能更强一点 莫雷诺身高1米90 上个赛季他为球队打尽了15个球 贡献了4个助攻 其实上个赛季拿到作为冠军之后 沉沦多年的深花似乎重新又成为了 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 唤起了很多厨迷的这种文艺感 主要是因为这几年的时间 上海的成立不错 看他在边路把坎布抢了 有点太周急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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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儿 有点儿 奥伍斯托在向前的逼抢 滑铲去逼抢对方后卫的脚下球 神花的球迷也是为数众多 这场跟国安的比赛是面对当下联赛的领头羊 中路捕树 有点危险 对 去中国这一下移动还是很关键的 咱们刚才在内部 这球值得商榷 阿雷只是身体上有一个接触 你如果同样的尺度来看法的话 你这个动作和刚才八坦布被百家俊踢倒的一个动作相比 哪个更应该是犯规的 你再看这球 几乎没什么动作 对啊 阿雷是先出一步站住了那个位置 你要说身体没接触那肯定不可能 但是你这个 接触到什么程度 这也没有上手推 对 这球判判规是有点牵强的 至少跟刚才阿函布倒的那下比 对 那个那个应该是大 而且这个位置 位置还是挺危险的 距离球门25米的距离又是刮林 莫雷诺 危险呢 莫雷诺左脚的打门 命中的球门立柱 好在是立柱的外侧 刚才是刮林啊 是打了一个谎子 阳光 你看这球还真危险在哪 刚才郭全博啊 往这个近角有一个移动 对 他可能以为 如果说莫雷诺要主罚的话 会不会打过人墙 但是恰恰莫雷诺打了一个圆角 这球要再奔离一点的话 还真悬啊 所以对于郭全博来说 这也是一次经验的积累 荣耗 荣耗这个球力的方向有问题 好的 莉蕾穿到前面 飘升这球看得大 嗯 挺大 挺大的刚才飘升 莫雷诺的转移球 蒋涛 卡远镇 莫雷诺在中间非常强悍啊 先解围出去 是奥古斯托 刚才跟莫雷诺的对角当中的 这一下可能是受了点伤 哦呦 危险 刚才咱们后点有点漏人了 对 刚才抖鱼是莫雷诺插的后点 身边可能还有李磊跟着 但是再半后 可能荣耗那个点就漏不掉了 嗯 再看一下 这球传过来莫雷诺的倒钩 这球多亏是李磊 还有一个身体的干扰啊 莫雷诺 这个倒钩手末在进区那还是挺有心得的 几乎每个赛季都有倒钩进区 对 而且你别看他这么大个儿啊 这个月在空中啊身体还非常的舒暂 嗯 这段时间啊 吹乏 中和国安队的犯规有点偏多 对 然后奥斯托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右脚的脚踝 注意这一下孙世林突然前插 在琴声转会之后呢 孙世林和瓜林这个组合就比较稳定了 奥斯托 啊 太慢了 而且奥斯托整个身体状态呢 确实还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程度 或多或少还是跟这个身体状况有关系 非常出色啊 刚才阿雷啊 嗯 也是拼尽全力就这一下 对 左脚的向前一打 还真把这球给打下来了 啊 上场咱们失误有点偏多了 对 可能还是向前传球的这个失误 可能还是跟这个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 好球 好球 看来是江涛正面的防守 打架准准成功 后点 徐九刚这一下胸股清空球也挺好啊 这自己其实是全球 但是误打误状 奔程门里去了 是打在了衡量的上下 对 所以我刚才此前的联赛当中已经打进过一例进球了 这个赛季 上海深划进球的年轻小将才卓实不少 他现在一共打进20个球 这20个球分别由12个人进 他挺分散的 对 他没有一个最主要的攻击点 诺雷诺 瓜林 马林斯 三个人各进了三个球 罗梅罗 高迪各进两个球 剩下的有荣耗 朱建荣 立鹏 王伟 灯芭芭 徐有刚 张璐 各进一个球 好球 约位 八坦不是约位 约位位置回南 但这球好像是先吹乏了 对比亚拉的犯规 刚才比亚拉 在背身的情况下 是拿右脚这么一蹭 生活的球迷 篮模 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 比赛的第41分钟 前展任一球开出来 还是交给进攻的组织者比埃拉 今天索性把奥古斯托顶到封线上 把组织拳 指挥拳交给了比埃拉来负责 张希哲 朴城 在比埃拉的两侧 奥古斯托 其中国前叉 其中国曾经在上海身心效力 比埃拉突然调起来 奥古斯托能不能拿到 刚才切球可能还是传的有点大 奥古斯托还有在跟比埃拉进行交流 刚才奥古斯托的意思说 给外写 你传到我身后了 应该带我外传点 他这球就好拿了 但是从这个动作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场比赛所有人都对他非常渴望 渴望胜利 渴望三分 渴望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 这么多年打深刻还真是不用动员 这一拳一拳的队员 你看看迟中国和邓巴巴这个身高差距 没有对比 但是迟中国今天下面场开场以后 应该是在莫雷诺跟前吧 有一个投球争顶还顶到了 有一个投球争顶到了 个爱反正不能不争了 争还得争 看迟中国好几项数据依然保持现在全中超第一 好球好球啊 哎呀 老师多这球传得稍微有点草率 对而且力量有好球 而且力量有点轻 这球快速上抢 好球啊 进去里边 比亚拉挽好了一步 这球比亚拉没赶上 好球 阿雷 阿雷 刚才是比亚拉没赶上这步啊 如果说刚才比亚拉能拿一下的球 就直接能打门了 对 这球 刚才这几下啊 中国国安队的 就是抢前的防守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直接就给自己赢得了 继续进攻的机会 这下吹了巴喊布的犯规 郭宝龙口头对巴喊布进行警告 巴喊布身上呢 已经累计了三张黄牌了 如果再吃一张黄牌 就意味着要停赛一场 下一个主场 对 这个作为一个封线箭头 球队内的最佳射手 就吃了三张黄牌 当然这个不是值得鼓励的现象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巴喊布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 对 好多次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这个前场往后的回追 看这个球场也是满满当当了 对 今天虹口呢 基本上开放的看台都做满了 虹口球场容量不大 三万三千多 但是挺拢阴的这球 对 是吧 它是一个 从现在看应该是一个 好像也没有跑 也没有跑到了 专业足球场 对 没什么威胁 郭全博这把球拿到 这上一场和上岗的比赛 可能还有一层意义非常重大 就是对于像郭全博这样的球员 他们经历了那么一场比赛之后 他的这个成长价值是极其巨大 这应该是艾迪的犯规了 这应该给牌吧 这是破坏了国安队一次明显的进攻机会 对 防牌是免不了了 刚才是艾迪也想有一个抢前的防守 但是你再看 一是他稍微有点慢 这个他是踢到球了 但是他是隔着人踢的 就是裹挟到了奥古斯特 这是一个非常莽撞的一个防守动作 而且他刚才要不犯规的话 他就等于这一转身 奥古斯特就直接就拿球往前了 就有可能单刀了 可能远征军的阵容非常壮大 我转到真地站 上半时的最后一分钟 张细哲突然塞到里边 奥古斯特 奥古斯特向中间 还是换到右脚打门 漂亮 奥古斯特 这个 无种生有的一个进球 上半场最后一分钟 第47分钟 奥古斯特的进区前横向带球 变向之后 右脚 右脚一脚勾射 其实刚才我 我以为这个奥古斯特 他拿左脚往里面带点 其实他能打门了 对 他当然这么一扣 还是想调到自己的 右脚 右脚上 对 但这球右脚 就按以往 我总觉得 他好像要打这个 圆脚 对 对吧 但你看 这球他没发力 他摆小腿 抽了一下 对 而且这球打的 可能有点出乎李帅的 对 意料了 咱们都觉得 他不会打这个角度 李帅肯定也是这么觉得 力量不大 但是胜就胜在 角度很刁 对 一脚巧射 这是禁区外的一脚巧射 距离球门大概是22米远 差点啊 非常出色的一脚 射门 作为上半场的结束 没有比这更好的一个 比分和过程了 奥布斯托 当然他一直捂着自己左大腿的 以及跨步的这个位置 宽冠杰这个位置 我希望奥布斯托是没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的这个进球至关重要 在至关重要的时间点到来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比分是1比0 好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回到虹口足球场 那么现在双方球员刚刚是出场 那么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得到俱乐部的消息 就是在场外滞留的数百名 可能也有一说是将近1000名的一个 这个去客场的国安球迷啊 由于在开场的时候 虹口方面限制人数 就限制客场球迷人数 没有能够进场 但是经过国安俱乐部的紧张协调之后呢 大部分球迷都得到了临时开放的球票 然后进到球场 但是还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但是很多球迷都这个到附近的酒吧去看球 现在球场外几乎没有滞留的球迷 说有人看见说还有零星的一些这个滞留在球场外的球迷 实在没办法进场 现在拿着手机iPad 在这个球场外在看球 那这么看 俱乐部应该是最大限度的 对 为球迷争取到了利益 对 这是毫无疑问 我们看看换人了 那上海生花 李云秋上了 李云秋上了 那他换的应该是边后位吧 嗯 应该是徐有刚 应该是徐有刚 嗯 李云秋也是前国安球员 李云秋上一场比赛是打首发 但他上场比赛首发的位置不是边后位 他打的是今天荣耗人 好 吴斯托 这是上半时的进球功臣 北京国安队的场上队长 他上半时的进球也是他本赛季 本赛季的第四例进球 这样他的联赛里的进球数已经追平了比埃拉 随着郭宝龙的一声哨响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主场作战的上海绿地生花队 深圈蓝色比赛 说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他们是从电视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 场上的比分目前是1比0 这奥古啊 还是喜欢在旁边待着 对 张希泽这球呢 其实想跟朴宝龙做一个配合 对 非常巧妙 但是两个没想到一块 他俩没想到一块 不应该 确实可能刚才朴宝龙就没觉得 可能西哲会拿脚跟传给自己 对 又是直接往两个中卫之间的空档飞 不过想想这个赛季朴生西哲 同时出现在场上的情况 还真不多 没多少次 因为西哲一直停赛嘛 对 所以他们俩之间还需要互相调调频道 好球 机会 机会 张希哲 哎呀 希哲是倒地的滑铲 想把球勾给给中路 嗯 但这球没有勾到 对 赛季斯托在他非常熟悉的位置上传出了一个威胁球 刚才这个瓢城在破坏的时候啊 他身体重心他不在了 对 他拧不着身体 所以是拿这个头的侧面啊 对 顶着这头 不顶着这个球 对 你说他觉得有点疼应该是 没用那个最坚实的地方去 对 那我们看这段时间啊 中后国安这个对于二连球的保护还是做的不错 这是非常关键 嗯 这保证了你持续拥有球权 因为上海生花他在前场的球权质量还是非常高 对 对吧 所以你这个球权一旦在前场丢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危险 相反我看下半场中后国安的 中后国安的阵型到往前提了提 嗯 就是我们如果丧失中场的控制权 控球权 一味的退守 证明非我所长 对 不是国安的这个正常的踢法 我们很难打出质量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用控球 把它当作最好的防守 李云秋 嗯 差点 只能够把球给断了下来 花林交给莫雷诺 莫雷诺送到禁区里边 莫雷诺没办法转身 再敲回来莫雷诺这一点要跟上 保护守门员的球 一定要防备着灯巴巴 因为灯巴巴有这手 就是他在禁区里头或者禁区前啊 嗯 他背身拿球 他能把你给靠住了 嗯 然后他在寻球跟同伴的配合 或者回座 你别说在中超了 在英超他都可以 对 这就有点像篮球里的这个大中锋 大中锋 背打背打 嗯 我就拿身体靠着你 他中路啊 主要就是刮林和这个莫雷诺 这两个出球点 快速把球摘出来 专系者 球连续的一脚传球 然后丢失球权之后 立刻展开的围场 这球虽然是犯规了 但是这个围场 解决了一次 可能会产生的很大的危机 这确实莫雷诺 这身高优势 还有这两条大长腿 这一户球啊 你很难从背后能够把球捅到 对 刚才江涛这球区可以更轻易 莫雷诺已经被关三个球员 成品字型包裹了 你就不着急身体来 就是还是把他往边线逼的 对 江涛得卡住位置 嗯 脚球 今天曹云定这边呢 冲击江涛这一侧的防守 也确实给江涛带来很大的压力 你再看一下 碰到手上了 这球好像是打到江涛手上 但是就算是 手上也是进区外 他也是在进区外 注意点啊 吃花对 可有几个高点 比赛来到第52分钟 后点 哎呦有点漏人呢 对 这个脚球质量相当高 瓜林插到后点以后 再打回到门前 对 最主要是刚才瓜林那点没人看 对 这球吹了阻挡啊 吹了安雷的阻挡犯规 刚才瓜林啊是想一个人球分过 其实雷腾老师先到这个地面 他没动 呃 他可能看啊 就是在过人的情况 阿雷可能 就是对人身体有一个 对 他身体可能往后有一个移动 对 任意球 这是在阀球区线上的一个任意球 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 刚才那个脚球已经给国安队的禁区 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的危险 莫里诺来主罚 他这个左脚啊 直接打门 这球啊 想打一个低平球 低滚球 直接就往门里扫 中间你们没人碰 这球有可能能进 有人碰 也可能是乌龙阿之类的 他这球没打起来 对 阿伍斯托呢 看来问题不太大啊 上半场其实结束的时候挺担心 他这个左侧的这个大腿的位置 哎 看来现在各队都流行这种挡差势 包抄的人员都排成一队 互相做掩护 参与队这球打起来之连很高 球进了 哎呀 其实刚才 挨迪 其实刚才郭全博已经做得不错了 对 已经封堵住了对方第一线的打门 非常有威胁 这个第一点被对手抢的太干脆了 所以场上比分变成了1比1 第54分钟的时候 上海生花队在主场扳平了比分 进球的是中后卫埃迪 还是在防空方面露出了破绽 对 还是定位球 他顶到第一点的是6号立鹏 立鹏这赛季就这么进过去 这一下他顶得非常有力量 但是太正了 郭全博已经非常不错了 能把这球拖出去 对 他的底下反应非常快 但是很不凑巧 这个打的位置正好是在挨迪的脚下 对 所以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长人比分变成了1比1 没关系 再来 所以刚才这个失球怎么造成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被对方连续制造了三个前场 对 对吧 两个小球一个任意球 就不断的去滋扰引进去 这种机会 由量变到质变 大量的堆砌 巴坎布下场停赛了 李云秋跟巴坎布各得一张黄牌 李云秋好像从转会离开国安之后 每次对阵国安都会吃到黄牌 每次都挺较劲的 这球这个球 拉坎布后来拉他这一下是不对 但是这个事出有因 在边线脸反正一直有手上的动作 领球这个动作其实是不可领域 对吧 但是拉坎布这下有损失了 下场球停赛了 下一场呢是8月2号 也就是下周四的时候的主场对阵 河北华夏幸福 机会 哎呀这球传的稍微太靠前了一点 还有 奥斯托 瓜林这一下非常凶狠 奥斯托继续拿球 再立起来 有没有机会 胸子停球摔倒了 郭宝龙点球 点球 郭宝龙非常坚决 这个非常坚决一个动作啊 就是你是用身体扛倒了巴坎布 他可能说啊防守队员可能用这个手 胳膊可能在背后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对 我们再看一下 确实是 立鹏 立鹏 如果说有出门后头的可能会更加清晰的 刚才那个球立鹏间接完成了助攻 这紧接着呢又在禁区里推倒了巴坎布 给了关一个点球 对而且刚才你从这个 你从立鹏这个表情来看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那种投诉啊 对对 也好 应该是他自己知道发生了 对 这球奥古斯多传的也非常清楚 对 可能都以为奥古斯多要再进区来要打门了 但是轻轻一搓 这个球呢 有点像2012年的联赛最后一路 等会等会的号 视频注意看 VAR介入 对 VAR介入 这李帅去抱住巴坎布 抱住奥古斯多 VAR介入 我们来看看这球 是不是说之前有阅位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要去看视频 郭宝龙点球判得很坚决 但是视频助理裁判 要罚点球的时候介入了 我们看到底判的是什么 但是这屏幕是黑的 这个技术设备出了问题 就是场内是专门 有一名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助理 来负责场内这个监视 这就越位 是越位 巴坎布是在越位的 对 这犯规是没问题 但是可能巴坎布是 对 犯规肯定是犯规了 但是郭宝龙并没有办法 看到场内的这个监视器 所以他没有办法 因为最终做决定的是主裁判 对 主裁判如果看不到这个画面的回放的话 他怎么来裁定这个球 这个设备坏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啊 越位了 对 是越位 越位 越位 对 主裁判吹乏了巴坎布的约位 这个是 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设备的回放 我们可以看到取消这个点球呢 从技术上讲是没问题 对没问题 对 确实这个从刚才的画面当中 在传球的一刹那 巴坎布是处在了约位的位置 但是这一下希望球队别因此受到影响 对 所以说 呃 与礼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于情现在球队有点难以接受 这是这是人之常情 这一个变故啊 一来一去的这个变化 我觉得可能对于球队的心态来说 是已提出了一个新的考验 不要受到影响 嗯 就是按部就班的打 呃 咱们肯定还会有机会的 章语犯规了 还是尽可能的 注意一下动作 就就不要给对手太多的 在在咱们禁区前的定位球 先把球干净一点解围出去 奥斯多 连累把球打上来好了 才发现吹了巴坎布的 危险动作 埃迪是个纯正的上海人 上海又要换人了 嗯 他的5号是朱晨杰 也是一个123的球员 朱晨杰是中后卫啊 直接换下立棚 觉得立棚好像有点跟不上了 也是一个禁区内的犯规 也挺下转的吧 嗯 就立棚的犯规是存在的 这一点没问题 但是在他犯规之前 巴坎布是出的越位置 船到前面巴坎布 边路可以上来 把他不转过身 划帘还是很有经验 莫雷诺这一下 差点让莫雷诺如果说挑去 就坏了 没约位 但是面对三个人的防守 机会 扣回来 奥古斯多 手球了 这球是不是手球 这个球手球了 非常清楚 江涛的一较远射高出 如果真打上手了 手臂有张开的动作的话 视频助理裁判是可以介入的 视频助理裁判是可以介入的 你再看一眼 慢点刀 还真打手 对啊 这是刚刚换上场的5号朱晨杰 这球打到孙世林身上变相之后 弹到了朱晨杰的手上 而且他手臂是离开身体躯干的 对吧 刚才VR明察秋毫 值得赞扬 但是这一下呢 这一下 你如果说啊 就是按照现在这个进军的手球来看的话 他可能觉得那个朱晨杰 那个手臂的位置 是在一个自然的姿态 所以说 你就看裁判怎么去认定 对 VR并不是一套电子设计 它还是由人来控制 由人来操纵 继续来 耐心点咱肯定有机会 好球 连续的撞强式的配合 50多 50多右脚可以打 进去 来来来 球进了 我们看 大坎布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看 因为这个咱慢点喊 咱庆祝完了 庆祝完了再看 这球VR会出现吗 不是 助理裁判会出现吗 刚才等于是 生活队的队员在投付 这球是越位 我们再看一下 来来看看 然后放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应该没问题了 没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看来 这个江超插上的位置 也非常不错 嗯 巴坎布中超联赛第十一例进球 进九场比赛的第十一个球 对 刚才巴坎布啊 噢 蹲进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刚才巴坎布顶着球也非常聪明 他等于是 往下顶了一下 正好是躲过了李帅的身体的风度 对 连续进球了 嗯 连续进球 连续球上比赛进球 嗯 连续进球了 现在进球数应该是十一个了吧 十一个 嗯 跟吴磊 吴磊今天进球 进了 对 进了 对 这样在射手板上的追赶 还在继续 嗯 吴磊今天进了一个 嗯 剩下两个人还是差两个球 别的咱这场没完呢 哈哈哈哈 确实这个射手就是射手 对 他总能出现在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时间 而且以国安队的这个态势 我觉得刚才的就像我们那个丢球一样 我们是被对手连续的对我们的球门施压 而我们在丢球之后 我们也完成了连续的对对手的球门施压 这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正确的节奏 而且刚才好在哪 就是中央国安队的队员连续进行的这种撞墙式的配合 嗯 完全就是呃 对方的防线已经摸不着你这个出球的线了 对 在中路寻找到了很好的空档了 注意注意 把他搞不下来 对 像 像刚才的传承球啊 有时候需要郭全博急速的出击了 嗯 帮助一下后背线 把球 变了 哎呦 哎呦 右边啊 啊 这游游船轻了 稍微的 对 看个中路 好球 几回 哎 采访给了一脚球 嗯 越位吗 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 那看来还是吹了越位 嗯 就是我们还得坚持控球 对 嗯 扶在脚下的国安才是最有安全的 也是最有危险 对 危险 嗯 嗯 哦 这个球 曹云甸是插到了一侧进区的内部啊 他本来是在左边来活动 突然插到右内部 刚才上海生滑队也完成了一次换人 刘若帆上 也是123的球员 嗯 前点的奥古斯托把球破坏出了危险区域 嗯 那他应该替下的是荣浩吧 对 然后 曹云甸是 曹云甸有可能是挪到右路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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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飘成犯规了 中场的船道啊非常的凶快 嗯 嗯 曹云甸的 他这个 冲锁能力也非常强 刚才第一下飘成没装动 其实飘成就够结实了 是吧 沿边球员其实踢球风格都挺硬的 对 挺硬朗 对这下张宇投球判断得非常好 吃中国 好球 对 现在需要化解一下危机 对 要干净一点 对 以便咱们重新把这个阵型给布置好 咱们还没换人呢 对方换了仨了 对 现在刚进行到70分钟 70分钟 现在别拉往前顶了 别拉要往前顶 你看奥古斯托的位置 他有点像左边前卫了 对 他回来了 对 对 对 就等于又好像又变成一个四中场的配置 对 可能也是 因为咱原来也说过嘛 说这个凡是边路 打的比较多的球队 对于咱们的边路来说威胁是比较大的 对 你如果说边路有边前卫 或者边后卫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别拉 哎 对 这球不犯规吗 裁判没追 好吧 哦 这吃中国的一刀打门打在孙盛林身上 注意第二点好球 对方稍微一停大 李雷赶紧给破坏了 机会 机会 哎呀 一块 刚才抢了一块了 其实刚才这球啊 别拉应该让奥古斯托打 因为奥古斯托是正面 对 那别拉躺在地上 李雷这下也不行了 哎呦 那边也有躺在的 一下躺下撒 奥古斯托一看还是踢出去 咱们可问题不大 因为咱们有货人的迷惑 你看 刮林 刮林是大腿的后侧 嗯 是不是有轻微的拉伤 如果拉伤的话 对于这个一个球员 影响就比较大了 别拉 看来问题应该不大 如果刮林受伤的话 伤害生花 可没有换人名额的 无人可换了 李磊啊 你看他的右大腿的也用这个绷带也缠着呢 嗯 这没办法 李磊上一场比赛是输出啊 之前打全界那场比赛休息了一下 是因为他小腿的问题 嗯 咱们替补席上你比如说打这个位置的金太炎 金太炎打过 咱们替补席上基本上都是进攻球员了 对 因为咱们在之前咱们换了一个人 就是雷同龙换鱼羊 嗯 就等于咱替补席上少了一个人了 少一个人但是不再换人名额 对 对还能换三个 但是我们得换两个U23 没错 哦 第一给的手势是没问题 打上固定之后啊 可以继续 嗯 他可能又在又在原有的这个 固定上面 对 又打了几圈 可能再勒紧一些吧 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看到这个很多平台上球迷就说 啊这边也固定 这边也不行 也在也不行 对 很多球迷就说哎 下一场比赛就只这场比赛 说别管输赢了 咱们上替补吧 真心疼这帮球员 反正不行啊 这是后有追兵的 对 哈哈哈哈 追兵追得急啊 但是 这支球队是有是有传承是有血脉 嗯 哎呦差一点点 差一点就塞到了巴坎布的脚下 现在咱们就要抓抓住对方这种机会 其实现在对方的后防线已经有点不稳了 大家得一起上继续抢他 刘热帆 刘热帆还是打在了右边路 对 曹云定在这站了一会 嗯 现在应该又回去了 曹云定 百家俊在外线 曹云定右脚 嗯 外脚被 对 刚才江涛啊也是非常通妙 刚才看到了百家俊从后排的插上 紧接着对那边有一侧照顾 这会就需要 你比如说后腰也好 同色的前面也好 一定要对曹云定有一个封堵 对 吴敬贵也显得一筹莫展 他知道花林的这个伤势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 肯定都是有影响的 对 最主要他现在已经没有变换的变换的这个招数了 嗯 山东鲁能和江苏苏宁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苏宁在主场1比1占平了山东鲁能 嗯 多的话我想先不说了 还是看这场比赛 先不说那场 咱们一定要先做好自己 比赛来到第75分钟 好余大宝要上场了 余大宝上 会换一下谁呢 瓢城 换一下瓢城 那这样的话 那奥古斯托肯定得撤回来了 就阵型应该还是不变 还是4212 余大宝在前面跟巴卡布 或者余大宝在边上拉一拉 那就等于大宝可能是踢到了右边路 对 或者他往边路拉一拉 对 加强中场的这个拦截宽度 就等于现在在 在中路的位置应该是 持中国和西折了 果然现在完成了第一个换人 奥古斯托是真强分 这跟两年前的奥古斯托来相比的话 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好点 注意注意 他们两个边路全中啊 还是有意识的要找到灯巴巴这个点 了 第二点的控制不错 点了 好球 向前 魏大宝 张宇 张细哲 突然传前边 张细哲这脚传球有三十多米四十米吧 对 非常有威胁 刚才只不过是 这五号珠珍姐碰了一下 中场现在基本上就交给莫雷诺 刮林几乎注意了 这下是脚球 刚才是 刘若凡 不过刚才四号李磊 还是贴的比较紧的 对 寸步步离刘若凡 我们再看一下 李磊这一下位置比较扎实 对 刚才就等于 雷腾龙出去盯这个灯巴巴去了 然后李磊幸亏是及时的回收 保护了中卫的身后 又是脚球的威胁 好的 张细哲在罚球线上把球解围了 这下李云秋 张细哲的第二点控制 就造成莫雷诺的犯规 莫雷诺犯规了 现在鲜花有一个变化 刮林大腿拉伤之后 它现在索性到了封线上 它顶着前面 我反正跑不了了 那我就别跑了 这样灯巴巴势必会往外拉一拉 我们的中后位在盯人方面得调整一下 没错 如果说灯巴巴回撤比较大 老让一个中卫老这么出钉也不是回事 对 它身后的空档也会显现出来 那盯人方面得调整 对 你看一旦灯巴巴它往回拉的时候 刘若凡它就有可能鞋刺里刹出 就往那些去切 这就要求这两个编后卫 这一定要观察身边进攻球员的位置了 一定得跟住了 或者你一旦灯巴巴回接的时候 交给前卫线有一个看法 前卫得有人来照顾一下 这后方向身前的方式 来看看别的 编路 江涛传起来 还是想打点 别打 刚才巴坎布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 别着急 这时候的章鱼可能也是看到 因为体能消耗有点脱节 就前面人没回来 小心我再打回去 但是这是比赛经验 往前打 肯定他肯定第一选择也是找灯巴巴 不 别找灯巴巴 找巴坎布那个点 对对对 找灯巴巴换了 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几分钟 这时候是体能消耗最大 这是需要我们尽量的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当然这不是我们坐在空调房里看去的 你在场上踢球的时候 你体能消耗到这个时候 注意力是很容易分散 没错 天气又这么炎热 嗯 哦 刮林已经跑不动了 对 你看刮林是瘸着的 对 注意对干净一点先解围 曹云丁这个点还得限制啊 艾迪 全球出现了失误 刮林其实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了 但是升华已经没有换人民额 而这个时候他只能站在场上 这套阵容真的是打得油尽灯哭啊 但是依然很有智力 对 依然很有智力 刮林已经跑不动了 确实应该是大腿的后肩 对应该是拉伤了 所以这升华还是在周中没有比赛的时候 都出现了这种 这种拉伤 对 也加上他的换人有点稍微快了一些 不到70分钟 三个换人又完了 余大宝这一下呢 被对手撞到了 余大宝还在找裁判投诉 这下可能确实踢到了 这腿应该有印 对 肯定有印 要不然他不会找裁判看 球权还在博安这一边 最后这十多分钟啊 上海生儿肯定会猛烈反扑的 就是咱们尽可能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寻找机会 然后争取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至少现在的余大宝是非常有劲的 好像在两下扛灯巴巴啊 非常的勇猛 后防线呢 出球我觉得可以再果断一些 对 别动它 哎呦 这 哎呦 这刮链太惨了 对 哎 灯巴巴 贴住它 贴住它 好球 这下孙世林的射门非常有质量 贴这个灯巴巴比较快 但是禁区里头孙世林这个点是露出来了 对 华林太可怜了 没办法 因为他现在啊 他每跑一步都有可能加重他的伤势 对 对 奥斯托和李磊为了防这个球俩而撞到一块了 坏了 哎呦 李磊这一下特别痛苦 这俩人撞得真挺重的 他们注意力全部都在球上 奥斯托到现在也是没起来 不行啊 真得考虑考虑换人了 对 李磊不行就先下来 对 奥斯托这一下 还真不行 咱现在要换 咱必须得换上俩 一二三的了 嗯 就等于 哦 真是打光的最后一粒子弹啊 就等于韦氏豪巴顿和王子明 这三个人当中三选二 王子明倒是踢过边队 但是不太赶了 不太赶 史密克的意思是让大家先稳住 先稳住 对 现在已经是第85分钟 对 百家俊好像也不行 阿奥斯托现在是站起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大腿肌肉 他的膝盖韧带 现在恐怕不说伤痕累累吧 也肯定是有很多问题 但李磊肯定是伤痕累累的一个状况 什么叫浴血奋战 实在坚持不了 只能是换人了 因为这李磊的位置是比较 我的天哪 比较关键的 李磊的两条腿全被绷带筋筋的裹着 新华投诉说 这个一到场外去智商 但是郭宝龙说马上好了 咱最终李磊肯定还是得离场 他妈搬住李磊说你总进出离场 李磊的西瓜尼也不行了 这个 他走路现在都已经很费劲了 实在不行只能进行人员调整 对 人员调整 你比如说你换上一个 肯定是不行了 你看这个 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行 对 你实在不行啊 你让持中罗或者吸折 你甚至让大宝 你回来你打一下这个编后卫 顶他一下 输在禁区里边 这时候得快点解围 对 好球啊 这球幸亏打到前头啊 到了巴坎布的脚下 巴坎布的护球造成了对方艾迪的犯规 这下是持中罗手球了 确实是手球了 这下的犯规呢 给了中后国安队一点时间 能够稍微的缓一缓 这时候你还没法换金太阳 你换不了金太阳 你换不了了 你只能换那个 巴顿 韦时豪 王子明当中的两个 三选二嘛 好球 注意身后 方涛是把球快出了边线 有人过来帮他 将他快速的回收挡住了百家军的线路 我们看前头巴坎布这个点 应该是对方的32号埃迪死死的定路 奥古斯特在边线非常巧妙的把这个吕秋的球给破坏了 还碰到了对方的身体 已经是第89分钟了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可能对于现在 可能体能完全透支的国安队来说 都是煎熬 捕食应该时间不会少 这个时候还是争取要拿到球权 莫雷诺也已经没劲了 37度啊 好了 哎 刚才 这球过拳波啊 出击不了 嗯 这球落点太深 大宝啊 是想把这球给护出底线 嗯 维师豪上 嗯 换下了 应该是李磊 让维师豪上 李磊下 那么谁打到左边后卫的位置 李磊真的坚持不了了 一瘸一拐的 嗯 我觉得李磊的这种精神啊 嗯 真的是逐格放开了 其实他之前已经 已经是不太好了 对 但一直坚持在场上 嗯 李磊要论职业精神 我觉得在这个队里 绝对是出了一把瘦 对 非常非常敬业 也是好上 想听56分钟 哦 看来我还真说对了 李大宝 大宝啊 嗯 我也想大宝 大宝能替这配置 嗯 尤其是老队员 这个 全场什么位置都能踢会儿 对 哦呦 东巴巴 注意了 注意动作啊 慢一点 慢一点 一定要注意动作 进区内 一定要注意动作 哎呦 危险 哎 莫雅 莫雅 诶 哎 乌龙 哎 呃 喂 是喂是豪吗 怎么能这么踢呢 这球 怎么是这么解围的呢 对啊 第91分钟 场上比分变成了2比2 上海绿地深花扳平了比分 呃 这个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一个失球 确实呃 对手给给国安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再看一下 对 想赶在莫雷诺之前来解围 韦氏豪的解围 直接洞穿了郭全博的球门 不能这么踢啊 因为你踢球的方向是冲着大门去的 莫名其妙 现在王子明必须得上场 换一下巴坎布 呃 因为这个是迫不得已的一个换人 就是规则规定的一个换人 绝对全场比赛结束 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 好球 出场非常准确 刚才包抄的 人家可能也没有想到 大宝能够直接的拿左脚 这种低平的传终 包抄慢了 这个丢球 我觉得完全是咱们自己失误造成的 这个为啥咱们想的 这是一个可以载入中抄史册的丢球 因为他应该看到就是你如果说这么出球的话 你因为他肯定是想破坏 嗯 但破坏这个球的方向你是对着自家的打 这只能说明球员的注意力根本没有完全集中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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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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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球转 我到现在也没有从我丢球的惊恶当中缓过来 倒不是说丢球转身 就是它丢球丢的方式实在是太费一所塞了 这个球一丢你一个斗鱼上身后可能又它没有看到了 甚至看到拿三分的希望 对 你看它没有大底压上 而且就整个联赛的走势来想的话 这个球可能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注意 边后位要盯上 这球就悬得郭祥波脱手了 那它第二下还比较快 看看能不能抓住最后一次反击的机会 这应该是逃牌的动作了 对 给到5号猪神节一张黄牌 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吧 这个时候没有时间跟对手争执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 嗯 已经来到了捕食的 啊 这球应该传进来了 96分刚到 郭宝洁 郭宝龙就吹响了这场比赛的结束哨 最终呢 这场比赛的比分是2比2 第91分钟的时候 韦石豪打进了一个乌龙球 啊 让比赛最终呢 是双方平分秋色各取一分 也可以说 北京中华国安队的三个积分在最后时候变成了一个积分 没错 对 就是 应该说 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允许对方这个扳平比分 对 这场比赛之前甚至我觉得即便说输球 我觉得我都不是说不能接受 但这种方式就是最后这种方式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嗯 确实就是全队在浴血奋战了90多分钟之后 在把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打得几乎已经丧失信心的一个状态下 最后时刻这么一个一脚失误断送了之前全队这么艰苦卓绝的努力 让人觉得心有不甘 对 有很大机会能够带走三分的 不得不说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比赛 但是因为最后这一脚的失误变得可悲可叹 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已经继承事实了 没有太多必要去纠结于这个过程和结果 我们继续向前看 毕竟拿到了一个客场的宝贵积分 毕竟依然在积分榜的榜首位置 对 这么困难的赛程 我觉得在足鞋杯上咱们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且在联赛当中咱们还保持一定的优势 只不过是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 咱们有可能还拉开跟对手的分叉的情况下 可能咱们有点心有不甘 所以说怎么说 反正一言发生了 咱们就继续向前看 接受平局争取打好以后的比赛 对 后面还有非常紧密的赛程 周四的时候是对阵河北华新湖在主场 然后是连续的一连串的主场作战 连续四个主场 然后还有对山东鲁能的主场比赛会在周末来进行 所以我们继续团结奋战 为了我们既定的目标不断的前进